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你真的加对了人 男人在结婚过后不管在任何时地都会和异性保持距离 这充分的展示了丈夫对你的爱 体现了他对你的尊重 因为他爱你 所以他才愿意为你做出一拼的让步 让你心里面感受到踏实 这都是一个好男人能够做到的 无论他从外地出差还是在公司加班 妻子都不会怀疑他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而是会心疼他 为了这个家努力的辛苦工作 担心他熬夜伤身体 天底下的男人没有几个不好色 只因为他爱着你 他才把自己的色心收起来 并且和你踏实的过日子 抽出时间来陪伴你 让你感受到快乐 婚姻当中没有了陪伴是没有意义的 即便你是嫁给了一个很好的男人 如果他没有时间陪伴你 那么你和单身又有什么区别呢 并且还被束缚着没有了自由 这样的婚姻又是何必呢 一个真正的好男人 他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委屈 他会努力的做好一切 除了拼命的挣钱之外 还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陪伴你 陪你出去散心 偶尔带你去电影院看一场爱情电影 让你感受到当初选择嫁给他 是多么的明智 让你在婚姻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与幸福 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跟你吵架 也不会划分的非常清楚 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结婚之后 看似关系很和睦 但一旦牵扯到金钱的问题 就会产生诸多的矛盾 最严重的就是 男人在结婚过后会和自己的妻子 金钱上面划分的非常清楚 总觉得自己赚的钱就应该自己花 妻子为了照顾这个家庭 放弃了工作 没有了收入来源 她也只是每个月给很少的生活费 妻子要买衣服和保养品什么的都不管不顾 之前见过一个很可悲的女人 结婚过后想买什么东西 还要出去借钱 丈夫的钱只给她吃饭 这种婚姻生活 没有几个女人能够忍受得住 最终有了离婚的想法 所以一个好的丈夫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在这些方面都会很大方 不会和你划分的这么清楚 更不会因为你花钱的多少和你产生矛盾 男人能够做到这些方面 说明她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女人能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是多么的幸福 其实男人身上的优点是很多的 只需要你耐心的去挖掘发现 这样的前提也要你足够的优秀 让男人懂得去欣赏你 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他去爱 这样的男人才会百般的对你好 否则他不会用心的对待 今天一一老师就讲到这儿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留言评论